无论以全港250个大型屋苑数据 还是最新一期猜想物业股价与指数来看 香港楼市回升仍处于第二个阶段而矣 根据不者去年12月发表的楼价回升的四个阶段的标准 第三个阶段是楼梯式加价 利好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市场活力也充分回复 楼价十级以上 楼市价格就由平衡时空转为整体回升 现在的楼市只是不同板块个别发展 不少板块的价格大幅上升 但一些板块是下跌的 这完全是一个平衡时空的情况 不者预计 楼市仍会在颠覆不定之中辰转向上 短期内可以见到一些板块的楼价出现下跌的情况 一些板块会升多一点 一些板块会升少一点 在本文中 不者想糾正年轻人不少错误的置业观念 其中之一就是年轻人普遍喜欢买楼花 楼花的好处是新及屋远的设计都很有创意 但从投资角度来说 年轻人首次置业买楼花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 大部分年轻人最后都会结婚 即是在未来日子对住屋面积的需求 几乎会是持续增加的 而且这个需求在几年内就会发生 那我们就要想想纳米楼花单位的升值 能否满足未来的增量需求 不者认为 这方面的变化不仅年轻人需要了解 长辈都应该要提醒年轻人这点 楼花可以说是其货 香港长期楼花的价格许多时 都可以卖得比二手楼高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二十 在同一时间 同一个区域内做比较 二手楼的升值概率八成 是要比买楼花更高 如果楼花入伙之后升幅真的落后 就会令到买了纳米楼的年轻人 更加难换楼了 作为地产代理 不者对客户买楼花 还是买二手楼的选择 其实不会有既定立场 但客户需要在置业之前 清楚自己投资项目的风险 当然 楼花真的也有很多好处 本文只是想令买家清楚 他们要在置业预期与实际需求之间作平衡 香港楼市现在的确有错价的 屯门区很多三百多万的成交 包括未来可以享受到铁路完善的风景源 甚至有些私楼二百多万成交 例如丽堡大厦及丽堡大厦 低于年轻家庭人 均入息中位数字 夫妻可以共同去买楼 而且也供得起的 有关楼盘屯门区有约864个 置业机会根本就已经重新开启 大家不应该只以核心市场为标准 去要求上车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